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10日 現在是晚上6時12分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奧運Olympics 奧運差不多閉幕了 原來時間是8月11日 其實如果在香港或者亞洲區 是星期一的凌晨 即是12日的凌晨閉幕 很快就閉幕了 今天這一集的Podcast 也想跟大家說說奧運 因為我在奧運這段時間 我便飛了去香港見家人 我便有機會可以看到很多奧運的比賽 因為在香港的氣氛 氣氛很濃厚 很濃厚 在香港奧運的熱潮 我便有機會可以看到很多奧運比賽 在香港有很多電視台 那些TV、Podcast 都會是免費 FREE OF CHARGE 免費是會播放不同的賽事 不同的EVENT 商場 商場 商場裡也有很多大的螢幕 大螢幕 會直播LIVE 直播不同的賽事 就是給市民 市民 市民 去看 很有氣氛 我便看了什麼項目 當然 我便支持香港隊 我便查了一些資料 原來 金屆奧運 這個屆奧運 是個 Masher word to count different ceremonies or event 金屆奧運 so this is Olympic 我們可以說金屆奧運 金屆奧運 香港隊 這個香港隊 香港隊 就派出 派 派出16男 19女 16個男 19個女 總共有35名運動員 35 athletes in the Hong Kong team 有35名運動員 參加今屆的巴黎奧運會 有不同的項目 我們最關心的當然就是 劍擊fencing 還有游泳 還有很多不同的球類活動 ball games 球類活動 羽毛球 乒乓球 體操 也有香港的代表 田徑 track and field 跑步 賽跑 running racing 賽跑 都有香港的代表 那我在網上查一下資料 原來 中國隊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叫中國隊 中國隊和香港隊是分開的 是separated 分開的 中國隊是有405名的運動員 405名的運動員 405名的運動員 第一位是美國 the first place is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 有598名 598 athletes 有598名 的美國運動員 參加今屆奧運 第二名 第二位 第二位 rank 2 第二位 第二位 是法國 France 五百七十一名 五百七十一名 另外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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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60個運動員 出賽的 那 在香港 都會留意到 台灣 剛剛 在這個 女子的拳擊 boxing 女子拳擊 一面 一面 金牌 One gold medal in female boxing 這也是台灣人 很矚目的一個 一個項目 女子的拳擊 我又搜尋一下不同的奧運資料 那 究竟 在奧運 例如今屆巴黎奧運 有幾多項 不同種類 type 的運動項目 有32項 種類的運動項目 而它的比賽項目 有329個比賽項目 329 different events competition events 有329個比賽 competition 項目 events 那 about the medal table 獎牌榜 獎牌榜 medals we can say 獎牌 金牌 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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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 medal table rank one 第一位是中國 現時 up to now 這個時間 我看到的 information 資料 第一位是中國 有最多金牌 現時為止 有39金 27銀 24銅 總共有90面獎牌 這個面是the classifier to count how many medals 90面獎牌 and the second place 第二位是美國 有38金 42銀 42銅 有122面獎牌 是最多獎牌 是最多獎牌的國家 第三位 是澳洲 有十八金 有十八金 有十八銀 十四銅 有50面獎牌 原來 第四位 第四位是亞洲 是亞洲 日本 日本 究竟香港 排第幾位 到現時為止 香港的獎牌 數目 總共有四面獎牌 包括兩面金牌 和兩面銅牌 兩面金牌 就是劍擊金牌 Fencing 兩面銅牌 就是 游泳的 SWIMMING 游泳的銅牌 香港在排第35位 RANK 35 35位 在今屆巴黎奧運 說一下我看了哪些賽事項目 我當然有看劍擊 還有有看游泳 還有很喜歡看跳水 Diving 另外 Gymnastic 體操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 我都喜歡看 一個好像我們說 水上巴雷 Balay in water Artistic Swimming 或者是Synchronized Swimming 穩率泳 我們叫做穩率泳 另外 射擊 Shooting 射擊 還有 射箭 或者我們叫做戰術 Archery 射箭 另外不同球類活動 排球 Volleyball 沙灘 排球 沙灘 排球 羽毛球 Balminton 乒乓 還有這個 Tennis 網球 籃球 Basketball 籃球 我剛剛看這片 還有一個項目很有趣 Breaking dancing Breaking dance Breaking dance 霹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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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霹靂舞的比賽 還有 Skateboard 是 滑板 滑板 另外 剛剛看了 田徑的項目 田徑是Track and Field 田徑的項目 賽跑 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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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乘100 摺力 4乘100 摺力 4乘100 摺力 4乘100 我還看了 舉重 Weight lifting 舉重 舉重 其實看到一些運動員的精神 靈體 出盡全力 不放棄 其實都是很叫人 很感動 是很觸感的 看到每位運動員 其實無論他們有沒有獎牌 有沒有MEDALS 其實都是很值得我們去尊重 RESPECT 他們是 付出很多汗水 泥水 泥水 汗水是那些sweats 泥水是那些tears 好多汗水 泥水 才可以參加到 奧運的比賽 背後有很多很多的犧牲付出 所以是很令人感動的 關於奧運 大家都會知道奧運的標誌 我們叫的標誌 奧運的標誌就是五個顏色的橫 這個橫是五個顏色的橫 現在廣東話是五色的橫 原來五色的橫 藍色的橫是代表歐洲 歐洲 blue represent Europe and black ring the black circle black ring 是代表非洲的黑色的橫 代表非洲 紅色的橫是代表美洲 red ring red ring represent 美洲 America America 美洲 有五個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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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代表美洲 黃色的橫是代表亞洲 亞洲 而綠色的橫是代表大洋洲 大洋洲 大洋洲 應該是澳洲的澳洲 大洋洲 五大洲 亞洲 非洲 美洲 亞洲 大洋洲 有五大洲 你們知不知道奧運的精神是什麼呢 spirit of olympics 我又搜尋一下 究竟什麼是奧運精神呢 她說是相互理解 相互meutual 理解 understanding 相互理解 友誼長存 或者友誼長久 友誼是friendship 友誼長存是forever 或者長久 都可以指個forever friendship forever 那個last long的friendship 團結一致 很團結 真的很united 團結一致 公平競爭 公平是fair 競爭是我的competition 廣東話 就是fair play 或者fair game 公平競爭 公平競爭 很快就會來 有這個 閉幕禮 我們到底是 我看不到電視 我沒有電視 我是看不到電視的 所以可能遲些 可能會重播重播 看重播 今天也很長 這一集跟大家說說不同的奧運的話題 希望對你學習廣東話有幫助 很感謝你們的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你們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